我們請那個黃世傑黃委員 我們下午會議繼續 好主席 還有我們各位同仁 以及列席的各位官員 我想 沒關係直接開始 我想今天 開會的主題 剛剛已經有很多 我們委員同仁表達過 是不是很恰當 這個我們都有不一樣的意見 但是既然今天大家要來討論 這件事情 我想 它同時針對一個個案 但是也要討論 這個地方自治權限 我想先有一個大原則很清楚 就是說地方自治是憲法所保障的 一個制度性的保障的架構 這個前提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要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要去考量到在憲法的規定底下 到底我們的這些所謂中央跟地方 如何來劃分這樣的事物的本質 是有一定的規定的 我們看憲法111條 這個剛剛也很多人都提到了 有全國一致的性質就屬於中央 有全省一致性屬於神 有地方的性質就屬於地方 因為有爭議的時候 由誰來決定 遺照憲法的規定是由立法院來決定 立法院怎麼決定呢 當然就是透過立法 把這些事項具體化 來看到底這一件事情的權限 是屬於中央的權值 還是由地方自治的保障架構裡面 所以我們應該要仔細來討論就是說 到底我們的地方制度法 我們地方制度法也有提到 這個地方法條 我們只有引用偽辦事項的部分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先釐清 就是有所謂的自治事項跟偽辦事項 所謂自治事項就是 依照憲法的層次也好 我一直叫地方制度法規定也好 立法院已經做了決定 交由地方可以自治的這樣的權限 這叫地方自治事項 如果不是的 是有中央的一致性 有中央的立法執行的 但是在具體的執行的層面 他有可能交給地方政府 做後面的執行的部分 這個叫做偽辦事項 那我們再往下看 我想回過頭來我們再來討論說 如果依照憲法110條原則 我們今天所討論這個個案 所涉及的議題 在事物的性質上面 它應該是屬於哪一種 我們這個很簡單 今天這個自治條例 它除了空氣污染之外 它還牽涉到能源政策 牽涉到我們的能源 跟我們的這個產業的發展 所以它不是一個單一的事情 就算我們只看環保跟空污 空污也不是單一縣市的議題 因為空氣是流通的嘛 這個污染很有可能會造成以零為禍的狀況 我們現在台灣就面臨到這個情形 所以在事物的性質上面 我們就認為說 它不可能被化為 完全的這個地方自治的事項 它一定擁有 由中央政府 統和的來協調 到底要去怎麼執行 改善空污 以及能源政策轉型的政策 它不可能是由單一的地方政府去決定 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 早上有我們的委員同仁 提出來這一條 他拿這一條條文來講 說認為依照這一條 發這個許可證 完全是屬於地方自治思想 可是我們看一下這個條文 完整的條文 怎麼可以把 寫到中央主管機關條文 統統拿掉 然後說成它是一個地方自治思想 我想 這個就是我們提出來第二點 用這個憲法111條來判斷 到底這個 今天我們所討論的這個題目 是屬於中央的事項 還是屬於地方自治的事項 因為我們的空污法 過去的空污法也好 107年修正的空污法也好 其實在很多條文 大家回去可以仔細看 它其實已經匡定了 很多的計畫規範 以及這個執行的細節 都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定 我們就看這一條就好了 雖然許可證的發給 是由直加市縣市政府來核定 但是 鎖定的燃料種類的比例成分標準 也是中央主管機關來定 它這個申請審查程序 許可條件核發撤銷廢紙記錄 申報 及其他遵行事項寫到這麼細 都是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來定資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的立法院 已經很明確的 依照憲法的規定 做出了選擇 就是在這個許可證的合法上面 它就是由中央來立法幣的執行 執行裡面在核定的部分 交給地方政府去做 但是並不表示地方政府 可以在這件事情之外說 這是我地方自治的權責 所以我要逾越你中央主管機關 依照空氣污染防治法 跟它所授權訂定的法規命令 說我要更嚴 在空污法修正之後 這件事情立法院已經做了決定了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 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這個案子 因為事情的本質是一樣的 好 不管在過去 誰執政在中央或地方 這件事情到最後討論事情 回歸這個本質 它就是要有一個全國一致性 所以在104年的時候 2015年的時候 雲林的這個案子也是一樣 當時的國民黨在中央執政 它有一樣的理由 去告訴全國的百姓說 這件事情不可能 將由單一的地方政府 來做與眾不同的規定 它必須要配合全國的能源政策 跟我們產業的發展 我們再看下一個 所以依照我們剛剛講的三個理由 提出三個論述 認為說回到我們憲法110條規定 今天我們所討論的這一個 這個地方自治的事項 的這個議題呢 其實過去的歷史的進程 過去的先例 以及立法院最近一次空無法的修法 其實都已經做出了決定了 我認為說大家應該有理性來討論這件事情 剛剛有提到 市至738號的問題 但是 在市至738號裡面 大法官是在什麼前提底下來看呢 他的前提他講得很清楚 他認為說 這個電子遊戲場的登記 許可與否 這件事情呢 是所謂的工商輔導事項 是在憲法跟這個地方制度法裡面 已經都名文寫屬於自家市 地方政府 他有所謂的自治的權限 在這個前提底下 才有去討論 是不是在這種偽辦的事情裡面 或是在自治的思想裡面 有中央跟地方 抵觸與否的問題 後來大法官也是用一個技巧性的規定 說 認為這個情形是不抵觸 他並不是說 地方的權力比較大喔 所以我訂了自治條例之後 我可以去抵觸 去違反上級的這個法令 上位界的法令規定 他是用解釋的方式去說明說 在這個電子遊戲 電子遊戲廠 這個管理條例裡面 他是一個方向性是一致的 所以他是一個最低標準 他是最低標準 所以 這個地方政府訂更嚴的標準 是沒有跟他抵觸的 可是在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案子裡面 是不一樣的 因為 我們今天所討論這個案子裡面 空務法已經把制定這些規範的權限 都名列在中央裡面 而且沒有所謂方向性的問題 因為整體的農業政策 不是全有全無 也不是幾公尺對幾公尺 他不是這麼單純的 他必須要配合整體的農業政策 轉型來討論 所以今天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這個題目 我是覺得是說 大家如果真的要回歸 這個法律來看的時候 應該要仔細的把這些真點講清楚 那我想這個後續 今天今天18月也有提到 有可能會在網上 這個救濟程序用盡之後 會進入市線的程序 這些問題都一一的討論出來 所以這邊我想要來請問一下 我們的這個法務部 還有我們內政部 因為你們未來有可能 市長 要來代表我們政府 來在這個視線的程序裡面 就我們剛剛所提到的這些問題 來做辯護 所以我想請問 你們在這件事情上面的立場 你們到底認不認為 今天台湖市政府這個自治條例 是屬於他的地方自治事項 我們請問一下 這是他的地方自治事項 沒錯 可是地方自治事項 還是不能違背他的三位的法律 那違背這個 違背母法的部分 當然就會自動的 會被宣告 自動就是 致死無效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法律的效力 法務部 沒錯 他自治條例 固然是地方自治事項 但是 但是他裡面所規範的內容 牽涉到 不是只有他地方 該地而已 可以到其他 而且抵觸了中央的法律 跟法律受檢的法律 對啦 我想這個前提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不是說他定自治條例 就是等於他的自治事項 而是說 今天這件事情 到最後會進入到違憲程序的審查裡面 他會去討論說 我地方是不是有權限 我可以自己決定 中央怎麼不能干涉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 我認為 我剛剛講的這些理由裡面 不管在憲法層次 我們實質討論這個議題的本質的理由 或者是 控務法 立法院已經 在各個條文裡面 所做出的這些決定 其實已經分配了這些事物的性質 分配這些事物的本質 所以並不是說今天的 他定一個自治條例 他就可以開始宣稱說 這個是我地方自治的思想 你還是要回歸相關的憲法 地方制度法以及各個作用法的規定裡面 來去判斷 到底這件事情 它是屬於地方自治思想還是不是 那我想這件事情應該要回歸專業來討論 所以我也希望說 早上很多這些政治性的語言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給我們經濟部 還有我們台電公司一個公道 就是說我們不管誰執政 減媒 這個減排放 這樣的環保的目標都是一致的 而在2015年2016年 民進黨上台執政之後 針對中火這個引起爭議的個案 事實上已經非常的落實 剛才也在提到我們減媒超過600萬噸 減排也差不多一半了 所以不管在減媒或是減排上面 中火其實已經是模範生了 全國第一名了 在這邊我都要講 這個火力發電廠又不是只有台中才有 我們討厭也有啊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理由說 那我們大台電廠 我們也要他減多少嗎 好像台電總經理也在這邊 我們也很關切 大台電廠的減排 是不是有依照他的計畫期程 有這個一半對不對 那我想這個都是我們 中央政府跟我們地方主 共同關係的事情 所以我們不要把它做政治操作 今天特地弄一個這個場 早上這個能看嗎 對不對 主席自己都看不下去嘛 說不要比小學生開會也不如 對不對 大家理性來討論 共同來為環保來做努力 也同時兼顧我們財業發展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黃委員 謝謝 專業的質詢 來我們接著請網美會黃委員 主席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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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在這裡我先來請教我們的經濟部 他剛才已經說很多了 說實在說中夥 跟我本事聽起來 我覺得會很大 因為我覺得說 一個政策 不是說 地方的決定 因為台東的 應該 在我們全台灣 有很多問題的參省 我們也是願望說 我們的八歲 要健康 死命要長 說一句話 台中 市長現在換國民黨 也不一定 後來市長 還換民進黨 所以我們的條款 我們要怎麼去規定 市場 都要從頭到尾 都是一樣的 所以在本事 剛才聽說 第四黨 裡面 是怎麼去改變 怎麼去修法 不要讓 有的八歲 不知道 聽了也分了 去說 民進黨 要求國民黨 因為我覺得 我身為民進黨 我也覺得說 我們要做得好 做得到 我利用這個時間 給你解釋 給你 說清楚 來 請總統治長 你講一下 好 謝謝王委員 那我首先先講 第一點 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是台中市最大的固定污染源 現在的經濟部團隊 也不是台電決定的 他在1991年 就決定了 但過去三年 他是全台灣固定污染源 減量 最多的一個 這是我們一起 武力的成果 因為本社就是 百天開這堆牌在這裡 要讓大家看 民進黨 之前的時代 不是跟我們說話 是真的有在做的 大家都可以去考驗說 民進黨 是說話 還是跟我們說口號而已 所以在這裡 我也很高興 就是說 經濟部 剛才剛才說 也是你們的關係 不是跟 我們 這些 百財委的關係而已 我們也不想 台灣會比較好 所以說這個空汙的問題 我們也不想 可以在這個民生 來解決 因為剛才我所聽到的 這樣會知道 說實在 我這個很大洞 也很本土化 如果要說空汙的時候 自己的關係 都有經過六千來汙列 所以本身也覺得說 我們要一視同仁 台中的人也是人 南部的人也是人 所以剛才剛才在爭執的時候 我覺得說 要讓我們經濟部 說清楚 書法的單位 也說清楚 不好意思 我有來打擦到 請你繼續說 來 好 針對大家 我想說社會大眾都在關心 尤其台中很多 市民朋友都很關心的 就是 有關於減煤這個議題 我想說 在這邊要特別澄清 因為在去年底 12月份 台中火力發電廠連續接到 台中市政府三張發單 只稱我們的燃煤超過 它的許可量 對 那這個事情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到底許可量是多少 第二個部分是什麼時候 要達成減四層 我先講第二部分 那我再來你打擦一下 那個 這樣你再講 好 台電 在民國106年 九號機的許可證裡面 得拿到清除載明 在許可證上面寫到 從109年1月26號起 減40% 好 我們拿到這個 但是我們在11月20號拿到 另外一張公文說 對不起那一張寫錯了 那我覺得說 有一個政府單位 那可以說 公文發法的時候 誰誤散 公文這樣的時候 後來全台灣都不用看公文了 我又想要做什麼 跟我們想不想讓你們過的時候 我再寫個 烏散 這樣我又公文寫得不對 說實在 今天 我們是要說公平公正的位 老闆先生他的許可的時候 說2萬1千 他在這裡也有主任說 要減四層 四層的單位的時候 說實在 中火中火的時候 我身為一個南部 他在委會的時候 我感覺說 每個人都要關心 不是跟他關心 我們本地而已 所以我在那裡看 人家做得對 還說不成這樣 到底是什麼問題 所以我掌握今天 很用心看你們 給我的治療 所以說 我也按摩 我們要說清楚 說所有的百姓 所有的了解 請再繼續 另外一個部分 我們要說明的狀況 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剛才 今天上午的討論裡面 很多都提到 林前市長 怎麼樣制定這個 自治條例 我想說 我們也是基於尊重 林前市長之前 針對這個自治條例 以及這個自治條例 所發出來的公文 以及他在台中市議會備詢 正式的也都回答了 減煤四層 許可量就是1260萬噸 這件事情 經濟部跟台電公司 是一直都在遵照 這一個目標 在努力 就是在2020達成 燃煤不超過 1260萬噸的這個目標 然後我想說 但是我們一直在做 努力做這個事情的過程 我們在去年12月 台電連續收到三張罰單 同時兩部機組被撤照 今天的討論 當然層次非常的高 因為它是法律的問題 它先到憲法解釋的問題 剛才有非常多的委員有提到 或是我們同樣在回答的時候提到 限制那個 四字第738號案 我跟委員報告 我不是法律背景 但我剛好管過電子優衣廠 我有做過地方的金發局局長 電子優衣廠的自治條例 在一個地方政府在訂的時候 它都是針對新設 新設電子優衣廠 我說我們這個東西 也不可以跟電動優衣廠混為一談 那我想說 因為他說的是性設 對 我們綜合那是孤的 它是既有的 對 既有的 是這樣問題 我想說這個部分 因為今天有司法院的一些長官在 我們也不能夠多做一些解釋 我只是要說 當時那一個解釋 那個四字738號 針對的那個個案 講的 它被管理的標的 是電動玩具廠 是電子優衣廠 我們今天談的是電廠 對 它是要供應民生 工業運電的電廠 對 對 我想說 它的一些相關限制 是不是有符合比例 我相信大法官也會 針對它的重要性 會做不同的討論 結論我不清楚 但是我要講說 它是不是能夠直接 等同類比 針對一個既有的電廠 是要供應民生工業用電的電廠 和一個要新設的電子優衣廠 來做比較 我相信這個有討論的空間 這個不一樣 我再來請教一下 如果這樣未來 我們的這個 中國這個 節目 我們也 地方和中央 是不是要協調一下 要處理一下 不真的笑破人的嘴 跟委員報告 我想剛才 我從一開始 書面的那個報告的時候 我就不斷的提 說 經濟部跟台電公司 是願意努力去達成 原來自治條令制定的目標 算它也願意 對啊 最主要我們的總結就是可以完成 委員我要跟您說明 就是知治條令的第三條 後面那幾個跟燃煤有關的試用對象 只有一個對象 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 對 所以我們很清楚知道說 我們要努力來達成這個目標 我們也願意做到這件事 可是整個工作我們 我們在 我們在這一個要正式啟動 最後的12月 告訴我一件事情說 對不起 你們已經超過標準 對不起 時間應該要提前一年 我想這個才是 我們沒有辦法攜手合作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說 我再要跟委員說明一次 經濟部跟台電公司 絕對願意跟地方 不管是人民或是政府 來討論我們怎麼減煤 我們怎樣減排 我們願意做 但是他要有期待的可能性 就是他要做得到 除此之外 他不能夠講好又變 我想這個是最關鍵的 他再來一下一個 霧散 對 所以說 今天 勞動這麼多人 在這裡說這些問題 所以說 我願意說 你們應該趕緊去處理 這件事 因為說實在 我們現在全國 最歡樂的議題 就是防疫 不要農費 在這裡 跟我們 處理的 我們看 要叫財政的單位 去跟中央 那就是中央 跟台中政府 去協議 我相信 如果在全國 有看到這個時候 應該不會再賣 民進黨 民進黨 有認真在做 認真在打拼 不是跟鄉紙說而已 以上 是 那是 應該會不會再 謝謝我們 王美衛 王委員 接著我們請湯慧珍 湯委員 主席以及各位先進 大家午安 今天我們今天的議題看到是中火減煤600萬噸 其實我們今天都大火了 已經火都很大了 氣氛填膺 因為實在有理講不清 我想在法治社會已經去成熟了 只要法條拿出來一看 大家很清楚 這個全國一致性的東西 怎麼會地方的法 那個自治條例可以不遵守 如果中央的法律不行 那就修法 修法程序走下來 這個法治社會才會安定 像如果說環保議題 其實我們在民主進步黨 一開始就是在追求這環境的保護 那如果說你不負責任的態度 我可以隨便喊爽 我可以說我最愛台中市的市民 我要讓他們有電可以用 但是完全不用 完全不用燒生煤 可以嗎 那個寒爽的 那是不行的 而且法治的社會其實就是在解決 解決很多的問題 尤其是負責任的政府 是要面對問題來解決問題 那我現在請 請我們的經濟部 我們的政次 次長 我們請曾次長 我先 次長好 您說 我們這一次 中央對疫情防治 我們的指揮中心 指揮調度 有沒有全國一致性 當然 這個 一定要全國一致性 對不對 對 防疫的原則一定要全國一致 對 那一樣的民進黨執政 這樣的政府 不管對什麼問題 是不是也要全國一致性 跟委員報告 只要它有法律 明確定定的 明確定定的 都要 對不對 那 我們現在環境的問題 那當然 我們現在台灣 我們的電力公司 台電 台電是我們經濟部所主管的 那台電今天減煤600萬噸 是不是非常努力的在進行 讓環境受到改善 我想這個應該 那國際情勢 尤其現在投資的 500大 您最清楚 500大已經有多少 已經進來我們台灣了 我想我們台灣這樣子 就是投資台灣的部分 已經超過 最近具體的數字我比較記不得 但是三大投資方案 加價應該是超過8000億以上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 500大的廠商 他們都有要求 來到台灣的建廠 以及合作的廠商 都要用什麼樣的電 我這樣跟委員報告 現在有非常多國際知名的廠商 事實上都要求他們的供應商 在生產他們的產品的時候 要用再生能源 是 像他有慢慢要求 他也不會一口氣給你壓力 他知道我們會慢慢做轉型 對 他有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 是 所以其實我們執政也有國外的 國際的壓力 我們也一直在調整 希望我們整個空氣的品質要好 這也是一直在做的努力 好 我想經濟部責任很重 謝謝我們次長 謝謝 另外我請 請我們環保 環保署的副署長 我們請沈副署長 上台報告 委員好 副署長好 以前我們在桃園市政府的老同事 是 那您負責環保局局長的工作 在環保的專業上 如果我這樣問一下 因為現在台中市的環保局的副局長 剛剛上來講的一些話 聽起來有點很怪了 不過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在您任內定自治條例的話 如果會 會違反中央的法規嗎 當然不能違反中央法規 那核發許可證 可以違反中央的規定嗎 依照現在的空汙法 是全國一致性的業務 是要由中央主管機關來定制 如果中央糾正地方的環保局 你會違反抵制不從嗎 我們公務員就是要依法行政 是 最基本的對不對 好 如果地方環保局認為中央鎖定的法律 也就是希望大家在執行上面能夠 也考慮到地方的這個務實的執行面 然後不會說 訂了之後 自愛藍行 是 如果有一個得標廠商 跟他訂定旅約內容 你會用霧散 跟他重新要求新的旅約內容嗎 依照法令當然要保障這個應該有的這個對象 我想這個務散這個部分 台中市有必要要說明清楚 是 那如果這樣子寫下來用務散 有沒有違約的問題 當然不能影響到人民的權益 如果違約呢 依照法令來處理 要不要賠償 依照法令來處理 需要賠償就要賠償 OK 其實我們看到就是 台中的環保局 不管局長或副局長 他真的是限他們的如市長於不義 這麼簡單的一個基本的法治訓練 或者就是公務員的一個倫理 他完全沒做到耶 其實我們是更擔心的是 我們的基層公務員 在服從上級命令的時候違背了法令 那將來如果涉及國撇的時候 會讓基層公務員 受到這個國撇的爭議的處分 對 那現在有哪幾個 縣市政府已經發生國撇的問題 目前有一個彰化的案例在進行當中 我們就是當時的這個許可展言的時候 章話所做的決定 那現在 台化公司他們已經提起這個國撇的訴訟 那這邊的訴訟的金額是11.4億 那我們是避免就是很明顯的違反 空無法 那你仍然具以執行 所以我一再告知你 你還是具以執行 我們避免將來 等到訴訟的結果判定之後 那其實這個國撇發生了 那這個對公務員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傷害 所以我們希望 也提醒地方主管機關能夠依法行政 因為在環保署的立場 本來就是應該要監督地方 執行這個環保法令 是 我想我們台中 台中市的環保局真的 還是要正視一下法律未接的問題 還有你是地方主管機關 真的不要跟中央抵觸法律 好 謝謝我們副署長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我們貪委員 其實我們請羅美玲 對不起 管碧玲 管委員 對不起 看他跳 主席我們請曾次長 還有台中市我們副局長 是好不好 曾次長 台中市的代表 好不好 台中市因為是我們邀請的 他們沒有備詢的義務 副局長好不好 他們沒有備詢的義務 我們只是 只能請中央官員備詢 是嗎 你今天邀請了呢 邀請是請他來報告說明 那比如說我們邀請這個 林佳龍這個市長 他也可以不來嗎 這是邀請 所以他不行嗎 所以我們就請備詢單位 就是那個 財中市有要上來嗎 願意那個嗎 如果 對不用備詢的話 不然在上面那邊坐 因為我們沒有權力要求他們備詢 仔細聽好不好 然後在那邊聽 如果願意說明的話也歡迎 大家多討論 可以說明 市長 我們副局長說這個自治條例 結婚了四年突然宣告結婚無效 我看不是 我們來看這一頁 我們曾經在 一二三四五 曾經有五次要求 台中市政府要檢討 這個自治條例 以及他們依照這個自治條例 所做的行政處分 我們都給他違法撤銷對不對 是 所以這樣算結婚四年突然無效嗎 那是比喻我也沒辦法評論 哈哈其實不是啦 好 那 他們又說是誤善 今天大家都在這裡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許可 許可證 2017年新發的許可證 如果是誤善的話 會出現這種現象嗎 我們來注意一個時間點 有效期限是 106年10月12號 我們來看 一百零 新的 好我們來看新的 他的有效 他的有效期限 跟他的延展期限 延展時間 你會發現 申請展延的時間 竟然比有效期間還要更早 怎麼可能一個許可證 如果他是誤善 這個許可證怎麼可能會出現說 我根本還沒有開始有效 結果人家就來申請延展了 不可能嗎 那個官員 所以這個許可證的時間 這個許可證的時間 他展延時間是舊的 原來的展延時間 所以其實不是誤善啦 其實不是誤善 我想這件事情已經有公平 他是新突然改變一個新的許可證 他是另發一個新的許可證 好 所以會出現這個很尷尬 難看的場面嘛 就是怎麼會有一個許可證 他申請展延的期限 竟然會比有效期限時間更早 這個可能他們自己都沒有發現 其實他們的公文就透露了 這個不是誤善 而是他們更改啦 好 沒關係 我想副局長他認為說 我們既然已經結婚四年 然後突然跟我們變更 他很在乎的是空污 那這個空污 我們一定要讓全國人民知道 空污是改善 我們減煤近六百萬噸 我們中火的空污的排放 減了百分之五十四 市長我是高雄人啊 中火減煤意味著林口新達大林 再增煤對不對 這是縣市大戰 我們今天也有台北市的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在這裡 侯友宜市長會怎麼說 你中火減了 我們北部增了 為什麼 因為全國供電需要 市長 副局長 台中市 你不能夠用一個台中市來看 台中市的供電在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有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是發電低於用電 我們南電也中送 我們北電也中送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台中市關起門來 用自己一個縣市的標準下去 侯友宜市長的壓力很大 韓國瑜市長的壓力也很大 然後他們就寄出一個 我們要停止北電中送 我們要停止南電中送 我們開始發電自供 自己供給自己的發電 台灣怎麼辦 台灣怎麼辦 趙偉是金門來的 金門怎麼辦 所以這是一個縣市大戰 我們認為不應如此 台中的副局長說明 他願意說明 接下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為什麼當各縣市標準 超越全國 一致的標準 自訂更嚴標準的時候 各縣市如果照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辦法做 那我們來看 現在的台中市政府能不能做下去 我也請 陳次長 我也請環保署 副署長我們都上來 我們來看一下 台中市的這個自治條例 唯一的罰則是第七條 副署長如果要上來就上來 唯一的罰則是第七條 第七條他說 他依據的是空污法的五十六條 跟五十八條下去處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空污法的五十六條罰什麼 空污法的五十六條罰 空污法三十三條二項跟六十七條二項 好這兩條是罰什麼 三十三條是罰 固定污染原因 突發事故大量排放 不是罰 台中市政府這個是啊 不是啊 然後 五十六條再罰 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七條是什麼 是不遵循主管機關依本法停工 不遵循主管機關依本法停工 主管機關是什麼 是環保署啊 空污法的主管機關是環保署啊 然後依法停工是依哪一條 五十八條 五十八條罰什麼 特殊性工業區 然後沒有設緩衝地帶 沒有設空氣品質監測設施 沒有按照紀錄申報 是罰這個啊 也不是罰台中市政府這一次 撤銷許可的事項 換句話說 問題來了 台中市政府定了這個自治條例 然後加研這三條規定 然後他沒有罰則 他的罰則是回歸到空污法 第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 而空污法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下去 中火完全不違法 而且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罰的 不是台中市政府的這三條 來你們說是不是這樣 市長 跟委員報告啊 我們基本上是依照 我們是因為許可證 違反許可證 違法 違反許可證嗎 那來環保署來 主管局官是環保署 是來環保署來 違反許可證的話 他的許可證 違的是依空污法五十六跟五十八 那五十六跟五十八是罰這幾項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時 知識條例是用舊的空污法 所寫出來的 知識條例 那知識條例本身是沒有罰則 但是他把這個處罰 引到空污法 所以才會連結到這邊來 對嘛 所以依空污法就不違法嘛對不對 他那三項依空污法是沒有的嗎 那你依空污法你要用空污法哪一條罰他 來那個陳次長 現在這個法條叫過來看起來是不違法 那是不是條釋換 他說條釋換 那舊的法條是怎樣 我就不曉得不了解 沒有啊 因為他就是五十六條跟五十八條啊 有沒有換 因為他107年有沒有換 來要不要給台中市的這個環保局 依哪一條罰 依現在的環保局 謝謝管理委你非常的清楚齁 是 沒關係你告訴我哪一條 第七條其實有罰嗎 有人在用石油膠有人在用生煤 還沒有經過許可嗎 還有人敢這樣子嗎 那你們依什麼罰 我也沒有用第七條罰 好那你們你們的那幾百萬的那幾個 那幾個行政處分你們依哪一條 來來依哪一條罰 你們那三個行政處罰 你12月3號12月14號 你違反固定污染源 液散污染物空污污染防治管治辦法 哪一條 依照這一個辦法 這個就是我回到空污法裡面 這個立法當時非常的技巧 就是要弄進去 所以行政院才一直不能把它廢止 他是很技巧的立法 所以才會四年來他一直 行政院沒有去動這個說他廢止 你在挑戰空污法 這個當時是真的很技巧的立法 那你要等空污法修啊 那你也要等他修法 那個全台灣許可證都是要 到期之前就要先來展延 全國各縣市環保局都是這樣 另外一個中火減煤600萬噸 各位記得三個月前 是中火被我們罰到盆超標24倍 他不得不整場停止營運 或者減半營運來改善 所以那個陳副局長講的就是個片面訊息 你12月罰的時候是說我們超過1104 我到12月就是1104左右 1200萬噸左右 我後面一個月加了六十幾萬噸 結果你說不是減600萬噸 是因為你罰了以後我們才減 你這樣子講話一點都不公平 你那邊都有資料 從今年1月份到11月份 台電減了多少深煤 你怎麼可以講說我們最後一個 才減到600萬噸呢 來 深煤自治條例寫的是 我沒有叫你回答啦 對不起 我沒有叫你回答啦 拜託啦你既然都請我來了 也請我 來 那主席給我一分鐘 他一直搶答好不好 來 繼續喔 請繼續 好來 深煤自治條例大家寫得很清楚 是自公佈日期四年內減少深煤使用量百分之四十 但是你的許可證不是嗎 你的許可證不是嗎 許可證不是嗎 來 只有M09 霧膳寫成109年1月26號起 那不是霧膳嘛 其他的九個證他要十個機組 其他的九個證完全照許可證 好來 副局長 副局長 所以這個白紙黑字這個改變不了 這是事實喔 你認為你們現在的這個主張 台電做得到的話 來 那個市長 106年12月15號 台中市政府發新聞稿 從109年開始 用1260萬噸做管制目標 主席我讓他講啊 你不要講這個許可證 你對外的公開新聞稿也是這樣起來 市長官員之間不能互相諮詢 讓官員問號 可以 我請市長說明 你請他說 對你可以說明 市長說明 請說明 對啊 來來下面不要讓他講 你讓他講 所以副局長今天太政治性了 我們就沒有辦法很專業的談這個問題 是您在做副局長的時候發出來的 106年12月 台中市政府發的新聞稿 就是寫說 自109年起要達成 1260萬噸做管制目標 你說政寫錯 違反自治條例 要新聞稿也錯 那問題是我們是 對台電來講 台電是一個事業單位 他是司法人 他還不是行政機關耶 你現在如果換成是別人 可以這樣子對待嗎 就因為他是台電 因為是經濟部主管 我們想盡辦法 去符合你要求的標準 你剛才講說結婚4年了 突然不算 那之前講的話通通不算 你為什麼不講 一個誤善兩個字 就推翻所有的前面的招令系 改成這樣 來那個我們請陳次長 來陳次長 陳次長 政府可以這樣嗎 我先說明一下 用誤善 行政成績法101條 行政處分如果有誤寫 或類似的顯然錯誤 注意到顯然錯誤 要顯然錯誤 所以那個106年跟109年 中間又隔了兩三年了 這樣才說也說是顯然錯誤 這個在華理上是有點說不過去 說不通 好不好 好來 本席希望我們不是在吵架 而是希望讓全國人民知道 今天我們用縣市 凡政割據一樣的態度 關起門來談發電 台灣承受不起 因為一個縣市這樣做的時候 其他的縣市就被你們以臨為禍 我們高雄怎麼辦 台北怎麼辦 難道是真的為了核電而這樣做嗎 第二 台電在中火 基於台中市民空污的需求之下 他們努力做到了減排54%了 他們也努力三年累計減到了將近600萬噸了 他們也即將達標達到當初第一次所給許可證的目標 他們很努力 第三 民進黨是在擦屁股 當年國民黨要中火十個機組的時候 我們反對 國民黨長期沒有佈局綠電 民進黨執政開始佈局綠電要給我們時間 不能這樣子硬幹 然後導致縣市大戰 台電真的在改善 綠電真的加緊腳步在佈局 整個事件的真相其實是這樣啊 不要政治操作 今天我也要跟盧秀燕市長 我要跟你喊話 記得當年您提的法案嗎 您提的草案 空污法第28條 使用生煤 使用石油膠 應該如何制定相關規範 你的版本是中央主管機關的全責 你的版本明明白白的寫著 中央主管機關協同相關機關去制定 全責是在中央主管機關 你自己的版本就是這樣 今天你成為地方的首長了 今天的盧秀燕 要打臉當年的盧秀燕嗎 最後我請全國人民想一件事情 發電可以這樣搞嗎 發電不是大家兄弟攜手 共同互相協力團結 有時候你就是用我的電 台中有時候就是用我們南部跟北部的電 中部地區常常80%的時間發電量 是低於用電量 你今天用台中市一個市 來這樣作戰 要我們怎麼辦 要台灣整體的發展怎麼辦 所以所需要中央全國一致性的事項 如果容許地方政府隨隨便便 各縣市各制定自己的標準的時候 國家是沒辦法往前走的 好 謝謝管委員 接著我們請羅美玲羅委員 謝謝 主席大家午安 對於剛剛我們台中市陳副局長的說法 我想很多人都沒有辦法接受 簡直是胡說八道誤導視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表格 剛剛陳副局長就是說 因為台中市政府的處罰 所以我們才會減排600萬噸 下一張 再下一張 最後一張 好 我們看最後這一張 其實我們中夥在104年的時候 就開始在減排了 這減排量可以說是逐年 再增加 你看104年一直到108年 其實每一年中火 它都有減排 並不是剛剛我們陳副局長所說的 因為你處罰了 所以呢 我們中火 才一下子減了600萬噸 所以這說法真的是在誤導視聽 那本席提供這個資料呢 給我們全國的這個民眾來了解 其實中火過去這麼多年來 他們在減排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那今天早上呢 一整個早上到下午 那我們內政委員會呢 針對這個台中市的這個 知識條例某些條文 涵告無效這件事情呢 做了很多的討論 那尤其是我們很多國民黨的這個委員呢 都把這次的這件事件呢 導向為政治的考量 那剛剛呢 我們行政院的 我們的很多的這個首長有提到 其實這真的不是政治考量 剛剛我們本席的辦公室呢 整理出了這一張 剛剛我們何佩山副秘書長 他有提到了 過去這三年來 其實有將近十一件的這個 被含告無效的這個案例 有高雄市的台中市的 桃園市的新北 還有台南市 那其實呢這些都是因為呢 觸犯了這個母法 剛剛我們廣闢林委員有講到 如果說我們的 縣市政府的自治法 都可以不參照 然後不遵照母法 就可以來訂定的話 那這裡我們所有各縣市的諸侯 都可以占地為王 都可以各自立法各自獨立了 這是很無理的一個一個說法 那我們都期待說 立法院行政院都能夠中立 為國家為人民 我們想說這張表 我們也認為說 也不是全部都是藍的呀 藍綠都有啊 只要是觸犯母法 我們就沒有辦法讓它通過 好那當然今天討論了這麼多 那最後真的沒辦法 那就只好視線了嘛 那當然對我們中部地區來講 空污的問題 PM2.5的問題 都是我們非常關心的這個議題 那我首先呢想要先邀請我們環保局 環保署副署長 還有我們的蔡署長 蔡署長 那像過去的話 我們一提到PM2.5 我們一提到空污 那一定會說都是中火 中火就要求耶 中火呢真的是最大二級 那最近這兩天 我有看到一份報道 一個研究報告 這研究報告是雲科大 張梗輝教授 他所提出來的一個中火 在PM2.5貢獻的這個 這個研究報告分析報告 我們來看這個表 我可能想要請教一下我們環保署 這是我們環保署委託 過去委託我們張教授所做的一個研究 因為他的這個某些數據 真的顛覆了本席對於中火過去的這個印象 可能也顛覆了我們一般民眾 對於中火的一些想法跟說法 好那我們先看冬季的這部分 我們看監測站 如果全台的這個監測站 你看他的這個PM2.5的這個濃度是31.4 可是呢中火呢他所影響到這濃度呢 只有0.57 單單這個數據我就覺得有一點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一直認為說 這個空氣品質不好 PM2.5的濃度跟中火是息息相關 他應該佔大多數 可是我所看到的這個數據居然是 他影響的比例只有1.8% 那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幾呢 他的污染原來是哪裡 PM2.5的濃度居然是這麼低 那台中市也是一樣 像冬季的時候也是 觀測站他測到的濃度是31.1 可是呢中火他所佔的只有0.41 也就是說佔了所有的比例的百分之1.32 那夏天的時候用電量很高的時候也是 差不多都在百分之2.2到3.6 所以這完全是顛覆了我對中火的這個印象 我一直覺得說他可能高達百分之90幾 也許一般的民眾都是這麼認為 可是這個報告出來 他所影響的PM2.5 居然只有不到百分之 但是百分之3左右 環保署要不要解釋一下 這個報告是怎麼一回事 跟委員報告一下 首先我要說明就是說 這個他是張教授他的一個模式推估的結果 那一般我們 他是用CMAQ的這個空品的這個模式來模擬的嗎 對不對 那我們一般實際監測的結果 我們也會把它做一個分析 那我們中部地區這邊受境外空氣污染影響大概佔百分之30 境外是百分之30 那我們本土的部分我們除了這個固定污染源 中火是屬於固定污染源 固定的也不止中火這一家 固定污染源另外還有移動污染源 還有異散污染源 各有各的佔比 在每個縣市其實不太一樣 那影響的結果可能也受天氣的因素 因為他擴散的條件不好或是好 夏天會比冬天好一點 冬天會比較嚴重 可是你想說有可能這麼低嗎 有沒有可能這麼低 他的影響比例居然在3%左右 那我們現在一直在罵中火是在罵什麼呢 中火當然在台中固定污染裡面 他是排放量最大的 那剛剛有提到 他的污染減量減量也是最大的 副署長我想請問一下 排放量最大跟這個 跟那個PM2.5濃度 他的這個是不是可以是等比例在成長的呢 污染物總量不只是PM2.5 他有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等等都有 這總合加起來 因為PM2.5畢竟是對人體影響最大 是 我們才很關心立東武漢物 是 是 所以PM2.5來講 中火當然在台中也賺了一定的比例 其實他也很努力 剛剛報告裡面也都有提到 所以變成他降低了百分之二十幾 不管說我們張教授這份資料的整確度多高 我們好像就是說 只要提到空污PM2.5 然後呢 我們就只想到中火 可是其他的空污的來源完全被忽略了 那我們應該還有其他的這個污染源 比如剛剛你講的像什麼 應該是工業園啦 或者是交通園啦 易散園等等 像我們南投縣 我們南投縣的這個裸露地的面積高達 500多公頃 是全國第一的 那裸露地這部分 是不是也是一個污染源之一呢 還有核床的的裸露 可是這部分很少被討論耶 核床陽城也是 對 大家都集中火力在中火 可是其他的污染源 我們似乎很少被討論 那到底我們環保署在其他的污染源方面 做了多少的努力 跟委員報告 像易散污染源這個部分 像我們比較關心的是桌水溪那個部分 那其實兩岸雲林跟彰化 其實跟我們水利署還有環保署 我們都有一些步驟在處理 包括怎麼樣去支配啊 讓這個 讓這個核床陽城季節來的時候 能夠去改善 那對我們一些學校的影響 我們在那邊裝這個新鋒系統啊 或者是綠牆 等等 對 學校的操場也是一個污染源 所以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學校的操場 小朋友在跑步的時候 所養起的這個塵埃 其實那都是污染源 可是這些 對孩子身心有影響的這些議題 好像很少被討論 大家都集中在中火 那比如說地方政府該努力的部分 好像也都不需要努力了 然後所有的這個責任 就讓中火來承擔了 會不會是這樣子呢 其實中央跟地方一直都在努力當中 以環保的系統來講 我們本來一直都是很合作的 那中火這個議題就比較特別 被凸顯在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都希望說 其實空污的問題 PM2.5的問題 其實它的來源真的很多 可是每次在選舉的時候 中火就被當成提款機 大家所有的集中都在中火 其實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這幾張這個 哈囉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這個表 其實說實在的 我們要求的就是減媒嘛 減媒是我們中央政府的 這個很重要的政策 其實我們要來看的是說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減媒的效果多少 那如果說他沒有達到減媒的這個成果 他都沒有在減 而且是飆升的話 那我們真的是要來重重的抨擊中火 我不是在替中火在講話 而是我們真的有看到他逐年 不管是排放量也好 種種 我們都看到他都有在減少 我們環保署更注重的是減排的部分 對 減排的這個部分 所以的確以中火來講 他的固然排放量 他減排量也是將近600萬噸了嗎 這個是我們看得到的效果的地方 他的減排也是很明顯的績效 對 那當然 這是不是就是最後的結果 當然不是 我們還要很多需要努力的這個地方 那往後的話 是不是在替代能源方面 或是綠能方面 綠能發電方面 我們可以做更大的努力 因為我們覺得說 雖然是逐年有在減排量有在增加 可是問題是我們是更希望說 當然最後的效果越來越好是最好的 中火從105年到今年 他的污染排放量已經減少50%以上 估計依照他的這個 污染防治設備的提升等等操作 我們預估到114年可以減少到78% 我想這個成果大家都可以有目共睹 OK 好 謝謝 謝謝副署長 謝謝 謝謝我們多委員 接著我們請吳思懷吳委員 謝謝 有請環保署副署長 台電的代表 審副署長 我們台電是中總經理 謝謝 我想這個議題已經炒了很久 我從國家能源政策的角度來問問環保署以及台電 從2019年我們的能源政策發電比例是火力發電81.4 燃煤佔了46.1 其他我們不談 如果按照民進黨政府的能源轉型政策規劃 2025年燃煤發電比重從現在的46.1 要下降到30% 我想問問台電 所以合理地說 依照這個能源規劃 我們每年燃煤應該是向下降這個比例 對不對 簡單回答 是不是這個規劃 是的 好 那麼為什麼還繼續讓中火繼續增加燃煤 第二個 從能源轉型的政策 有一個民進黨政府不能說的秘密 我們只舉一兩個例子 一個是 2025年 天然氣的比重要到50% 我請問 台電 2025年我們的除油槽夠不夠 天候的影響 我們運輸天然氣的船隻 是不是每一班船都能如期到達我們的港口 卸載 如果沒有 台灣就要斷氣 就要斷電 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問題 不可以用可能或許大概來解決 第三個 我們現在的綠能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把這些綠能當作機載電力 有沒有 請你回答有沒有這回事 沒有 把綠能當作國家的機載電力有嗎 對 市長可以答 報告委員 您剛才報告 因為台電公司只負責一部分的能源工作 那我是主管經濟部主管能源的次長 是不是剛才您的問題可以由我來答不好 那機載電力能不能用綠能來負責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現在因為再生能源上來以後 機載這一觀念逐漸有調整 就是怎麼樣子設置快速反應的天然氣機組 還有除電設備跟再生能源匹配 所以它不再像過去就是它有一個壓在底層的機載 機載的這樣子的觀念 但以台灣來看 台灣現在還有機載機組 就是說 它比較不會上上下下這些機組 我們目前都用這樣來算 好 謝謝市長的回答 我希望你們的回答是要經得起考驗的 那麼接下來有一點時間 我想請台中市環保局的副局長 剛才沒有回答完的問題 請你清楚的在這裡 對國人 對媒體說清楚 免得大家產生誤會 跟主席還有各位務委員感謝 那我再說明一下 這個自治條例 其實大家講的三條四條六條 自死無效 但第六條其實大家很清楚的討論過了 室內美昌的部分 其實105年送選的時候 中央沒有任何機關有意見 這白紙黑字行政院當時105年的公文 沒有抵觸空母法 當時就白紙黑字這樣回復我們 但是四年後 寫了條文 我唸給大家聽一下 叫做 直轄市自治條例 抵觸上位法規則 其含告無效係屬本院全責 該含意見係基於本院辦理自治條例 是否抵觸空母法案交易該屬所提供 只參考 也就是說四年前那個只是參考 本院與橫濁其意見後能得自行判斷 本於全責 任該條有抵觸空母法執法規定之情形 而予以涵告無效 先談第六條 室內煤昌那一條 105年當時環保署的公文 白紙黑字沒有抵觸空法 經濟部有沒有意見 經濟部沒有意見 所以行政院轉給我們的時候 全部照轉 行政院當時沒有加註其他意見 到了這一次要撤銷的時候 這個理由拿出來寫了 所以我覺得室內煤昌那個 大家可以很心平氣而來講 你們真的看得到煤昌在外面 露天了嗎 整個國家都是要這樣進步 行政院的14加N空氣危險防治方案裡面 也把國營企業這些煤昌全部室內化 都投資國營預算都投資經費下去做了 所以這一點其實完全沒有抵觸中央法律 再過來第三條裡面 升煤的成分剛好管委員有提到 升煤的成分我請問大家 升煤成分中央訂 中央訂的在哪裡 我台中市訂的自治條例第三條那邊 有抵觸中央的嗎 哪一個部分跟中央的升煤的成分比例不一致 沒有人提出來啊 為什麼 因為中央到現在還沒訂嘛 所以我抵觸誰了 我台中市抵觸中央的哪一條法律 還是沒有 再過來我們看到 量跟什麼時間點升煤自治條例要達到 這個都是議會通過 如果立法院你們也通過這個條例叫做 本條例自公布日期四年內減少升煤使用量 各位記得使用量 40% 當時在條例的說明還告訴所有的議會議員說 我原來使用的是1800多萬噸 減少市程以後會減少700多萬噸 都算出來給大家 減起來就是1104萬噸 所以時間也好量也好 大家可以可以 我有主持過聽證會 找了很多法律學者來看 四年內減少使用市程 105年1月26號公告的 不就是109年1月26號之前就要達成 這是很明文的規定 放諸在立法院各務委員再審一遍 你們的決定一定也是跟 我們台中市的決定是一樣的 謝謝 好 謝謝副局長很清楚 依法有時間地點明確的說明 謝謝副局長請回 我想我們是民主法治國家 民主法治國家依法不依人 依法不依政黨 依法不依政治 這才叫民主法治國家 我剛才聽到副署長回了一句話很好 我們政府機關必須依法行政 如果我們不依法行政 那就是人治 人治是什麼呢 就是獨裁 就因人而異 誰上台誰就可以改法令 什麼改法令 法令的解釋權 由執政黨來說明 這就不叫依法 所以我希望執政黨要前後一致 四年前的法不是不能修 可以修 依照行政程序法 依照國家的制度 不能再有雙重標準 有許多的例子都是雙重標準 希望剛才我們台中市副局長的說明 有很清楚的時間 地點 法條依據 能夠做出明確而具體 不需要情緒回應的反應 我們是依法不依人 依法不依政黨 依法不依政治 這才叫民主法治國家 謝謝 謝謝我們吳思懷 吳委員 接著我們請 吳怡丁 委員 謝謝 主席謝謝 剛剛吳思懷委員講了很多 我們依法 我在這裡 我是高雄人 我是從小 不用說從小 過去十年我在高雄的時候 我一出門都是要戴口罩的 我深深可以感受到台中人的感受 我想請問在座的行政機關單位 還有台電來的經濟部來的 請你們舉手一下 有誰是住中南部的 那你覺得請問你住哪裡 鳳山 總經理住鳳山 鳳山 高雄跟台中跟中部最大的差別是 高雄從我小的時候空氣就很差 所以一直差到現在 大家的感受沒有那麼明顯 可是台中中部地區的人感受就很明顯 因為他們是近幾年來 空氣很快的變差 就算是各位委員 各位行政 各位長官在這裡 沒有住中南部 你們坐高鐵的時候 看看窗外 天空的顏色真的是從藍色 變灰色 我們現在全球 全台灣 上上下下 在忙的是什麼 是防疫 在保護的是什麼 是我們的肺 這個是新冠肺炎 它對我們的是急性的殺傷力 可是中火排放的呢 是對於我們的肺也會造成殺傷力的 是慢性的 我們都知道中南部的肺炎比例 比北部還要高很多 所以大家蒙心質問 你願意住在台中嗎 你願意住在台中市嗎 你願意住在中火旁邊嗎 如果你沒問題的話 那請你選邊站替台電說話 我好奇的是為什麼 不好意思我想請行政院副秘書長 何秘書長請上報告台 何副秘書長 我也好 我想請你再解釋一下 我想請你再解釋一下 當時候由林佳龍當任台中市長的時候 你說有溝通過 那時候有來韓 就是來來回回的韓 所以沒有去撤銷他們的 就是沒有宣布他們的地方自治是違法 是的 那就是我想這合情合理對不對 我們當然就是盡量的能尊重地方 我們都會尊重的 對 那其實這個盡量 為什麼不能維持到現在呢 為什麼不能繼續這樣的 我就是剛才已經跟大院 就是跟委員會解釋過 當然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盧學院市長他的處分 有這一個違反空污法 以及違反本身知識條例的情況 主要是這個情況有出現 那導致前面 當然在林市長時代 我們是有效溝通的 可是再後來出現的 比較是自愛難行的狀況 是因為這樣子 請問有效溝通跟自愛難行的具體差別是什麼 要看這就是我們 當然在整個這個經濟部在執行 這個監督台電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能不能做得到 這個會不會影響全台灣的供電的問題 這都是我們要考量的範圍 你要幫台電講話嗎 我們也可以請經濟部次長再回答你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也是高雄人 所以我願意回答一下 另外我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跟台電 我們剛剛一直有其他的委員提到說 中火關了兩個機組 就需要從台北跟高雄送電過來 我想要用的是一個比較長的平均值 我們當然不能是算在他機組正好關起來的那個時候 如果說我想請問 台電有沒有數字 一整年的平均值到底是誰的電送給誰了 那個跟委員說明一下 你剛才提到的那幾個事情 第一個事情就是台中火力發電廠它成立 它設置到現在 就是10部機組開始運轉到現在也超過10年了 其實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中部的電會往北邊送 這是確定的 但是我要跟您說明 其實這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努力在改變這件事 那其實在去年 我們從兩個東西來看 第一個 是電力互相調度的狀況之下 我想院長在院會答詢的時候也說 我們有超過八成的時間 中部地區的電 中部地區 因為電網的部分它不會一個城市為單位 它有幾個節點 所以我們講的時候都是整個中部地區 有八成的時間是從其他地方支援 請問八成的時間是 是時間 是哪一個時段算八成 全年加總 哪一年 108年去年 就去年一整年 對 有八成的時間 對 我覺得現在其實就是牽扯到 剛剛江啟成委員也有提到 是經濟重要還是環保重要 可是對我來說這不是環保議題 這是人民的健康議題 剛剛就是環保的法裡面也說了 環保應該大於經濟的重要 可是對我來說 人民的健康比經濟還要重要 所以我要講的很簡單 我要講法 講不過前面已經有很多委員提了法了 有些人覺得這邊對 有些人覺得那邊對 可是我要講的很簡單 請你們給中南部的朋友一個交代 為什麼我們要犧牲他的肺 為什麼現在衛福部可以這樣子 極力的來阻止新冠肺炎 可是政府卻沒有上上下下 來極力阻止我們的肺癌 謝謝 那個跟委員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中火不是這幾年建的 但過去這三年 我們減了30%以上的燃煤量 這個是我們努力的結果 那我也同意您的價值 就是人民的健康很重要 但問題我們不是故意在增加燃煤量 我們是努力在減少燃煤量 請問你們有達標了嗎 跟委員說這達標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多少量 第二個是多少時間 依據我們的理解 我們要在2020年達成這個標準 那這2020我們要把燃煤量降到1260 我們會做到 你要說話嗎 跟委員報告 這空屋的來源喔 剛剛也提過 他是多元的 這個不能完全喔 集中在台中活力 所以台中的固定污染源 移動污染源跟境外污染源 百分比是多少 剛剛有提到 只佔3.6% 固定只佔3.6% 是是是 台中市 台中電廠佔台中市 3.6% 不是 我是說固定污染源佔台中的多少 這個要環保湯會來說明 OK 那3.6%是單一污染源的最大污染源 對不對 台中火力發電廠是 對 最大的固定污染源 但我要跟委員報告 過去三年他也是 減量最大的固定污染源 就是他變成第一名 已經一二十年以上了 但他減量第一名 是過去三年努力出來的成果 我是覺得 嗯 我不排斥 台電確實有努力降下來了 我只是希望 你們動作能夠更快一點 是的 很簡單 這一塊我們一定會努力 我小朋友只有一歲 我不敢帶他出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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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我們五委員 謝謝 接著我們請曾明中曾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麻煩請審副署長 台電中總經理 跟台中市環保局的陳副局長 好 以上請上報告台 謝謝 呃 副署長好 今天環保署提出來報告 我早上有仔細的閱讀 您的報告的第三頁裡面提到了 就是說環保署為什麼撤銷 台中市政府對於中火處分的理由 其實第一點就是理由是中火實際 使用量未超過原核定的核定量 那現在問題來了 就是環保署認為是沒有超過1260的 原來的核定量對不對 但是台中市政府認為是實際使用量 那到底誰對 那恐怕真的要回到自治條例 那我請教副局長 您對這樣的說法怎麼樣 可以提出說明 跟主席還有各位報告 核定的許可量不是真的燒煤的量 只有真的燒煤才會產生汙染 所以只有真的燒煤的使用量 我減少它燒生煤的使用量 才真的能減少汙染 台中市議會跟我們不會訂一個空殼的 就是我只砍核可量 那個沒有意義 因為原來核可量2100 在我們自治條例的時候 市場使用量只有1800多萬噸 所以當時自治條例寫得很清楚是 減少生煤使用量 只有減少使用量 才會減少汙染 減少核可量不會減少汙染 對 好 這個是關鍵 那我再問問一個問題 當時的市長 林佳龍市長 知不知道這些事情 這一個部分 在生煤自治條例裡面的總說明 裡面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就是原先使用1800多萬噸 如果這個自治條例通過以後 四年可以減少700多萬噸 也就是減出來 就是我們認為的1104 是在這個條例的總說明 現在大家只要上網 Google都隨時 download下來 從議會裡面 download下來這些白紙黑字的東西 另外再請教問題 您剛剛講說 當時在營定的時候 在地方 有開過公聽會有沒有 議會那邊有開過公聽會 那在去年為了這一個 四年內減少生煤使用量 這個定義 我也召集過聽證會 找一些法律專家 找一些學者專家 當然也有請台電 相關團體 都有來討論 其實這個白紙黑字 大家都讀得很懂 所以台電也確實了解 要減的是實際使用量 是不是 這一個部分 在當時開記者會 或者開所謂的 我們在聽證會 議會那邊開的時候 事實上 條例的總說明 都有附在裡面 現在也都可以download下來 好 我做個結論 也就是從105年1月 通過那個自治條例 那時候是林佳龍當市長 到現在 盧市長 這個定義都沒有變對不對 我不敢替兩位市長回答 但是兩位市長 如果今天重新再看這個自治條例 我相信他們的解讀 應該是一模一樣 好 這是有關跨無一的部分 跟委員說一下 好 你說 好 因為自治條例本身沒有法則 它今天引了空污法 所以才去處罰 那你就要回到空污法裡面 去對許可量的一個認定 寫在許可證上面的量 就是2100萬公噸 那沒有人會在連中的時候超過 因為超過就會被處罰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比他還低的 那當時台中市就是以103年 自治條例之前的前一年 他們的實際使用量是1839 那是台電努力下來的結果 因為他不能超過2100萬 他會被罰嘛 他努力降載的結果 你拿那個數據來當作是那個量 往下算 然後那個時候努力的人 就等於被處罰了 委員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不是啊 我清楚 所以所有許可證上面 都是以那個量 當作是我們的量 當時你也很清楚 你的報告也就顯得很清楚嘛 106年時 那時業附帶要求全場 升煤使用量要檢視成嘛 那時候通過的是林家龍市長 那時候環保署 沒有跟林家龍市長做通運溝通嗎 這問題那時候106年就在啦 跟委員報告 2100萬公噸 之後曾經在106年的時候 許可證到期的時候 也是用1600萬公噸 他那個計算絕對不是像1839G 因為他算不出來 那個不是整數 可是2100就可以用整數算出來 是1600萬公噸 之後就是1260萬公噸 他有接續的 曾經現在是1600萬公噸 後面是1260公噸 這個是根據2100萬公噸 當基數所算出來的結果 副市長我要請教你一個問題喔 你是環保署 是 假設你現在是張市長 我沒有意見了 你是環保署啊 你當然希望在執法上 地方環保局執法上 越嚴格越好對不對 委員報告 我希望的是 排放出來的污染物 降越低越好 對我們台中市民 中部地區的市民 健康最能夠保障 污染排放量才是我們最關心的 對 你要讓污染排放量降低 有各種手段 各種方法 台中市政府的標準 標準比 比環保署還嚴 你不樂見這個情況嗎 這個聲明也是其中的一項 也是其中的一項 但是你要回到 法令所許可的那個量來計算 我們現在強調的是說 我再請教您問題 是 環保署 除了撤銷 除了說 中火的這個台中市政府的處分以外 還沒有對其他縣市也撤銷處分 我說只有環保署喔 如果處分 撤銷的 有沒有撤銷過 因為早上 核武復必長講說有11個案子 對 宣告無效的不會 對 沒有錯 那就 就環保署裡面 有沒有類似的案例 只有這個 過去曾經有 不只是空氣的 連水污染也有 我不知道 就哪個縣市政府 有嗎 沒有對不對 有 有哪一個 你能不能拿出來 我們會後資料在 不能不能會後 因為 剛剛突然告訴我是 桃園的案例 米國幾年 101年的時候 101年 好 另外我要請教 你們兩個先回去喔 我要請教 中總經理 現在因為這次條例 被 被認為 它 可能是無效 抵觸 中央法令無效 那我請教你 您 109年 或者101年 111年 以後 後續 會不會減媒 我們持續減媒 減媒的幅度 大概是 怎麼樣一個幅度 我先講 109 11 1011 我們會根據這個 供電的情形 在不超過1260的範圍之內 我們會 努力的減媒 你會不會現在 被環保室認定為 這個抵觸這樣還沒無效 之後 你就毫無機會 不再減媒 不會的 那你有沒有一定的標準 預估 我們不會超過1260 我想剛剛這個委員問到 那你 你以後就只有在 不超過1260的範圍內 還繼續燒是不是 我們會看供電的這個情況 在愛護這個 愛護環境的這個前提 我們可以減媒 我們當然會盡量 所以你以後 再怎麼減都不會超過1260 是的 就這樣的話 那個 台東市政府有沒有意見 明年後年我們可不可以再減 如果空氣品質 還是沒有改善到達我們預期的 我們要不要再減 關鍵在這裡 關鍵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 知識條例 其實這個才是關鍵 後面我們還是可以繼續 根據空氣品質 這才符合科學嘛 空氣品質不好 我當然要這些污染大戶 他們繼續減排 繼續減燒生煤 這都是合法的 也都是應該做的 這一個才會怕真的再減下去 1260或者1104之後 台電到底能不能再減下去 這個才是 我覺得這一次被撤銷的 隱藏版關鍵點在這裡 這個條文第三條的 第二項的部分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我們曾委員 看起來兩邊就在爭論這個 經濟部是環保署是1260的四成嘛 然後台中的知識條例是 1800多的四成嘛 那他們通過的知識條例 一個是許可證 剩一個是實際用的嘛 所以一個是1260 一個是1104嘛 這個差距在這裡 那這個環保署是在幫台電做 撤銷這個是怕以後他往下做做不到 往下做做不到 好 了解 來我們現在請邱顯智邱 邱委員 謝謝 謝謝 主席我請法務部陳次長 那個法務部陳次長齁 請上報告台 謝謝 謝謝 好 次長好 次長我有看到你這一個法律意見 那 就這個部分呢 我沒有意見 但是我想要跟你討論一個 因為昨天才發生了一個防疫的事情 那你知道就是 法務部事實上有去 從這個Montenegro 這個押解這些詐欺犯回來嗎 還有 這個部長 這個次長 那個刑事局的派演 刑事局的嘛 那我們有派檢察官過去嗎 這一次好像沒有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啦 台中的案子 台中的案子 對 這張案就是說我們要 對這個 這些被告進行一個國家的訴追嘛 然後因此去 這個Montenegro 把他這個押解回來 但是現在問題就是說 Montenegro 他已經 他在16日中央 你看這裡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16日表示就是說 Montenegro 我把它框起來 你有沒有看到 他現在進來的話要14天的居家 檢疫 因為他這押解這很嚴重的嘛 這在這裡 他是 之前的那個 Eugoslavian的 這個國家獨立出來嘛 所以現在問題來了 這個長 你看 11個這個警官回來 但是呢 那這個警官 內政部其實 你剛才說的沒錯 他這是內政部 警政署 刑事局的人嘛 他出去的時候 他都有那個 裝備 口罩 護目鏡 手刀 酒精 都有喔 所以這防疫都非常沒有問題的 對 那 分5批嘛 92名台籍嫌犯回來 你看這裡 對 他現在 這個 後來這26個啦 在台中地檢生壓之後 台中地院已經押起來 對 那兩個高報嘛 好 那11個同仁呢 這11個人 他都有這個實施居家檢疫 嗯 啊現在問題出在隊 問題出在法務部 齁 你看 你這個 你這個 你台中地檢 你回來的時候 你因為紀念回來的時候 齁 這些嫌犯 就沒有 給他有隔離檢疫嘛 齁 然後直接把他送到台中地檢署 市長你知道嗎 對 那你有去過 台中地檢 齁還是台中地院 你應該有去過嗎 有 對 你知道他 台中司法大廈 居留所就在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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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人家娶到來 這個偵查的程序開始 地檢署接回來之後 然後放在台中司法大廈下面的時候 然後就很多個罰警 然後再帶去 這個由上警備車 然後帶到這個各個資源的股去開偵查庭 在這個過程之中 幾乎都沒有防疫 只要說不可以這樣 我們有做HOP喔 是啊 我們之前在兩個禮拜前 張朵威張次長 是 邀請司法院 本來是我們先開的 還有司法警察機關 刑事局警政署等等 還有韓民署 都有做HOP 就是說進來的 原則上盡量不要接觸啦 用視訊 不能視訊的話再帶進來 另外一個呢 我們有說 如果說有這種疑似的或怎麼樣 不一定不是確診 確診只要送這樣 對 疑似或什麼樣有可疑的 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用視訊 不要說這樣接觸也是一個做法 但是現在問題是說 你看喔 因為我不知道說法務部 我為什麼要問你 就是因為我不知道法務部 是不是 最近又有從國外要把人 帶回來 如果你帶回來的時候 事實上是要隔離檢疫的 應該要這樣 沒錯 但是這壁啦 我說這壁你看 他十個月來的時候 他直接帶到台中地檢署 那他帶到台中地檢署的時候 那法警 就必須要去押解他嘛 然後 我們的檢察官也是會有壓力啊 我們檢察官也會覺得說 那書記官 一個法院裡面這麼多人 這個是檢方的部分 對 到了院方生押的時候 開家庭的時候 有人跟我說 那個庭 不是只有法官 不是只有書記官 甚至立書 甚至罰警 你知道嗎 所以那個狀況 就是那時候是晚上11點多 所以 整間真的都是人 這樣不行 這樣不合我們原來的規矣要求 好 然後另外一個 我現在要跟你討論 就是說 那兩個狗部的 剛才說那兩個狗部的 你就是官署的派出所 然後就給他這個電話 通報轄區分局嘛 那 羈押的到台中看守所的部分 有沒有 一定要隔離 一定隔離嘛 一定隔離 所以就是說 那 就是說前端跟後端啦 刑事局的這個部分 你看刑事局 刑事局的這個部分 他也是OK的 就是說 他11個人 他都有專案啊 處理什麼什麼之類的 回來之後 他也實習居家檢疫 對 那我知道你台中看守所的部分 你應該都要隔離嘛 一定要隔離 所以這 中宅的部分 可能要去 了解 我回去了解要跟委員報 對 因為就是說 李維基長回來之後 然後 送到我們地獄嘛 從機場開始 還有警察 對 那不一定是原來的警察 是啊 那邊罰警啊 還有罰警送去 我們罰警送去 還要回來還要消毒 所以這 就是 我跟你講就是還有一段 這個次長 就是說 台中司法大廈 到台中看守所南敦這裡 這有一段長的距離 對對對 這就變成說 看起來就是地檢署 然後必須要把它送過去嘛 然後還有罰警嘛 對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問題 我們那個車子齁 當時都有要求上要 要不要找 比較有 黃密閉型的 是 對 這個我回去了解 就是要注意說 這整個過程之中 不能夠 不能夠 有什麼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罰警 包括書記官也是 都會都會 你辦這個案件的時候 是不是法務部 可以讓他足夠的配備 你看 你看人家內政部 出發前 口罩 護目鏡 手套 酒精 什麼都中有 我們也不能說 我們 第一線的罰警 不能說這樣 不可以這樣 我們不會這樣 那包括就是說 法官 包括 當然法官司法院的 但是法官也是一樣 你想想看 今天在台中 台中這麼大的一個 地檢署 跟這麼大的一個法院 是 萬不利 或是檢查官和法官 需要隔離的位 那整個 刑事偵查 全部都要停擺 謝謝委員 今天的指教 這回去我馬上了解 好 你可以 你辦了怎麼樣 的時候 給我一個 給我一個報告 或是給我一個訊息 讓我知道說 這個狀況 因為我昨天事實上 我接到這個訊息之後 我有打給中央的防疫中心 所以其實他們也知道 他們也覺得 這個事情 如果有防疫的漏洞的話 這個是非常危險 這個也違反我們 兩千個禮拜前的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說 這個你看 你從門討那裡 你把財政回來 對不對 你把財政回來的時候 你看昨天 一口氣增加了 這麼多例 都是國外進來的 而且其中有一個 次長你有沒有注意 就是說有一個法國人 他三月十四就去了 那機場的檢疫 事實上沒有檢疫到 那18號的時候 才正式確診 對 所以對於這一些 台中看守所的 這羈押的這些刑事被告 你也要繼續追蹤 要要要 那才能夠避免說 有群聚感染的狀況發生 那對昨天 部長還親自到台中建議 去做那個 是是是 就是說一起把這個防疫工作做好 包括那兩個交部 也要持續去追蹤 OK 謝謝市長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邱顯治邱委員 其實我們請 洪孟凱洪委員 主席發言前我想先會議詢問喔 我們在今天早上9點的時候 不就有做出決議是說 要邀請行政院秘書長過來嗎 那當時的行政院代表 不是也講是說 11點半院會開完 行政院秘書長沒有辦法來 備詢就是因為他有一個院會要開嗎 那 11點半到現在院會 我剛剛看了一下 連記者會也都結束了 那請教現在 秘書長還沒有到場的是什麼原因 那個何副秘 請說明一下 因為很抱歉 今天全天都有 院長所主持的防疫會 不是你一開始講的是院會嘛 昨天也跟 我們招偉請假的理由 招偉應該沒有准假吧 那我們剛開始 9點半到11點半嗎 開完會 那我們也讓你 11點半開完院會再過來了嗎 還是剛剛中午也跟秘書 也有跟招偉報告了 因為今天全天後 因為現在疫情 招偉有准假嗎 你現在是要把責任再推回給招偉是不是 就是有 早上我們說 11點半以後 對 11點半之後 還是再聯絡一下 有聯絡 就是我們院長 全天後的防疫會議再進行 有聯絡 秘書長怎麼說 因為我們有全天後的防疫會議 所以秘書長認為 全天後防疫會議 他都沒有辦法抽開 內部的防疫會議再進行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是一級開設 行政院必須協調所有的部會 進行疫情的緊急處理 是 秘書長請不要用疫情這樣的事情來壓 好像我們從頭到尾 本院都沒有要針對疫情這邊來做阻撓 但是 現在一級開設指揮官也是我們衛福部長陳時中啊 那現在相對來講 昨天招偉要求的時候也沒有任何的准假啊 我們現在在講是說 現在秘書長是不是 針對11點半院會開完之後 還是沒有到達現場 這是不是算是藐視國會 是不是認為說立法院不重要 我們並沒有這樣子的 好主席我想 這非常重要 因為會議詢問就是要確認 是說我們今天早上9點鐘 可不可以再去電話詢問一下 我們現在秘書長 到底還在開什麼重要的會議 就是跟招偉再次報告 真的非常抱歉 今天因為疫情升文 全天後都有疫情會議 內部的疫情會議在召開 好 而且都是院長 因為秘書長必須協調所有的部分 請今天下班以前給我一份報告 今天一整天行政院秘書長到底開了哪些會 時間地點會議內容 可以給我嗎 我們之後會再提供 是 今天下班以前可以提供嗎 我們之後會提供 什麼時候 我必須會 這個我們 我們會再提供 下班後回去整一下就出來了嘛 完全順著您的話來說 您今天剛剛講 從早上9點的時候 我們先請教說為什麼秘書長不能來 您講說因為院會 沒有錯每個禮拜四早上有院會 9點半通常都開到11點 您講說11點半我們也尊重 也因此就請說11點半秘書長開完之後可以到現場 現在下午時間1點40分 您跟本院的委員再講的理由是 因為一整天都有會議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這些會議都是已經有安排好的 也因此本席現在提出要求說 那是不是今天下班以前可以提供 我沒有要提供內容 你只要提供秘書長今天幾點到幾點開什麼會 做什麼樣的會議 因為這是您剛剛所說的 下班以前提供給我這樣可以嗎 我們來處理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主席謝謝 我們麻煩請行政院副秘書長 何副秘書長 副秘書長你好 我想今天我們討論非常重要的部分是 還是一樣是中火的案件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的招委會趕快臨時來做變更 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了 行政院在這一次完全用直接的否定的方式來講說 台中市訂定的管制生媒自治條例部分條文是無效的 我們要說行政院講蔡政府沒有濫權包庇中火 沒有黑手沒有雙重標準沒有政治考量沒有站在環保的對立面 很抱歉 本席聽來非常的諷刺 這五個沒有 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沒有邏輯 本席先來講喔 這個空污法的修正是什麼時候修正的 2018年嘛 對 2018年嘛 這台中的自治條例是什麼時候通過的 2016年嘛 那2016年通過的時候 其實秘書長我今天不為難您 因為我相信這一份的一個報告喔 也可能不是出於您的意思 我簡單講一下 這報告第四點 他說 本院就這本自治條例的被查經過過程 在一開始的時候 105年5月4號 當時基於中央跟地方共同協力 盡量溝通的考量 本院並沒有催促該府 意思是 在2015年剛通過自治條例的時候 行政院要中央地方共同協力 盡量溝通 所以行政院沒有催促 台中市政府 但是到了 第五頁 也都是您報告內容喔 到了2020年 也就109年 2月26號的時候 馬上再喊給台中市政府表達意見 並且在3月4號 台中市政府回覆不同意見之後 3月13號就宣告部分條文無效 你有看出什麼端倪嗎 我幫各位 來做一個整理喔 在2016年的時候 行政院跟台中市政府叫做 中央地方共同協力盡量溝通 所以行政院不催促台中市政府 但是到了2020的時候 兩個禮拜內 台中市政府表達意見完之後 就宣告部分條文無效 這換句話講 這都是您報告內容 換句話講是說 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落差 一樣是行政院 一樣是台中市政府 但是在2016年的時候 就是中央地方要共同協力 盡量溝通 但是在2020年的時候 行政院就可以馬上火速的宣告 台中市的自治條例無效 這個邏輯在哪邊 我跟委員報告喔 我們了解的只有 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就是台中市市長換人嘛 除此之外 台中市一樣是 為了台中市民 為了我們 一樣是直轄市 行政院 一樣是相關的部會首長 都在這邊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有所謂的雙重標準 所以這個不是行政院在護航中火 那是什麼呢 跟委員報告喔 這我早上已經解釋過非常多次了喔 就是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張善政院長 那當然這個就是我們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當然台中市政府他們在2015年1月的時候 就通過這個自治條例 那麼當時的行政院 並沒有就這個事情有做出任何的處理 那麼我們在2016年520上任以後 我們基於跟地方盡量溝通為原則 那我剛才一再解釋 當時我們跟林市長之間 我們也往返很多次的溝通 這個不是說中間都沒有溝通的 而林市長是有效溝通的 所以嗎 那我們是在2018年空屋法修法以後 到2019年再一次的 我們那時候已經是盧秀燕市長 我們有五次應該是五次 我們請台中市政府跟他之間也請他檢討修正 看得出來 我們也有溝通 跟盧市長也有溝通的不是沒有 看得出來 副秘書長 您還是很難自圓其說在於是 當初2016年的時候 沒錯 5月4號那個時候還是馬政府時代 但是過不到15天 就換成蔡英文政府了 那我們現在要交求的只有一個關鍵 就是邏輯要一致 邏輯要明確 在2015 2016年的時候 就是基於中央跟地方可以 共同協力盡量溝通 所以行政院可以不催促台中市政府 但是到了2020 2月16日 喊給台中市政府之後 3月13日就宣告部分條文失效 一個可以包容他兩年三年的時間 一個兩個禮拜內就把它宣告無效 這不是雙重標準 什麼才是雙重標準呢 再來我想請教 我們今天由法務部相關的代表出席 對不對 我們講說 沒有錯 剛剛本席有聽到幾位委員都有講 就是說 自治條例 法律 或是憲法 這是位階的不同 對不對 所以說相對來講 自治條例 絕對不能去抵觸法律 法律也絕對不能去抵觸憲法 我想這是國小的公民與道德 可能大家都已經有這個了解了 可是相關法令當然是規範全國 也因此規範全國的法令 可能各地方沒有辦法有很細的一個條文 可以去來做這個因地制的狀況 才會有所謂地方政府這邊的自治條例來做嘛 那現在 立法院修法 空污法 是因為我們不希望全民用費換電 而台中市政府基於公眾的理由 訂立更嚴苛的規範 這不是地方自治的精神所在嗎 那個這樣 有全國一致的性質 要有全國一致的法律啦 這是中央法律 但是 那因地制宜的話 訂定更嚴苛的標準 一樣的精神 就是我們立法院在2018年修改空污法 當初為什麼會修改空污法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全民都不想要 以廢發電嘛 對 對不對 現在台中市政府 他以 不管是超前部署的概念 他以更嚴苛的標準 因為中火在台中市 所以他訂立更嚴苛的標準 也沒有 抵觸相關的立法精神 那這樣子 不是地方自治的概念嗎 這樣子何錯之有 這個是有抵觸的問題 因為在行政院的韓 因為這一部分 在宣告無效的 韓告無效這個部分 法務部沒有參與 這個的實質內容 所以要問主管機關 但是我可以在法制上 行政院在韓告無效的時候 沒有請教過法務部的相關意見 我說實質上的內容 為什麼他呢 因為他的 依照這個行政院的韓裡面呢 是講說 抵觸到中央法律 所以行政院在規劃 抵觸到韓的時候 沒有先會法務部 詢問法務部的意見 就直接宣告說 這個是抵觸 實體上啦 實體上的內容 沒有 我可以報告說 這個內容的部分的話呢 因為中央法律 那個法規規定講錯了 法規規定裡面 不要說有四種選擇 那 條例 知條例知 我了解 我現在就說 台中市政府在這一次 其實全國238人 我現在肯定的是 民進黨政府 或是部分朝野 大家共同不想要以費換電 這是我肯定的喔 但是現在就是說 空污法在2018年修正的時候 就是認為說不想以費換電 而台中市政府在2016年的時候 做所謂的超前部署 做所謂的更嚴苛的標準 現在就是展現地方自治的一個精神 並沒有抵觸相關的立法精神嘛 所以這次我點出來 為什麼會講是說 這一次行政院韓告無效 是一個荒謬沒有邏輯的做法 好不好 裡面有提到這個理由 但這個理由 如果有不同意見 也當申請示現 那是另當別論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方式 另外一個層次 那個第四瓦三十條第五項 好 我們這邊特別點出來 這兩個荒謬的部分 好 感謝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洪 孟凱洪委員 接著我們請蔣萬安蔣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我先請台電還有環保署 台電總經理 環保署 孫副署長 好 先請台電 總經理嘛 好 所以台電在去年底 被台中市政府連續開發兩次 後來也被撤銷了兩部燃眉機組 所以請教台電 照過去以往的慣例 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你們是怎麼救濟 當然我們會提起訴願 提起訴願 你們這次有沒有提起訴願 有的 你們有提起訴願 好 所以已經進入了訴願程序 對不對 是 為什麼 你們進入訴願程序 環保署會介入 我們當然也是尋求 除了這個訴願以外 我們就尋求 我們上級單位來協助 過去有過這樣的例子嗎 有的 你們尋求上級機關來協助 然後上級機關 環保署 先不論環保署是不是 台中市環保局的上級機關 是嗎 當然不是 好 總經理 你們不管用什麼理由 喔 去找到一個靠山中央機關來 幫你們護航 幫你們處理 結果環保署 竟然配合演出 真的去撤銷 台中市環保局的處分 環保署 報告委員 台電為什麼不開大門走大陸 走正常過去你們一般的 正常的法律程序去救濟 你們也提起訴願 結果 發現 必須要找中央機關當靠山幫我撐腰 結果環保署 理應站在環保環境保護的立場 結果 請教副署長 你們依據什麼 去撤銷 台中市環保局 開罰 以及撤銷燃煤機組的處分 你們依據什麼 跟委員報告 因為105年106年之間 彰化有一個台化案 已經讓我們的基層公務員 副署長 我請問你依據什麼 依照 行政程序法 第幾條 我們是 117條 我們是 我們是上級機關 你們是上級機關嗎 我們做行政的督導 你們是誰的上級機關 副署長 空污法 你們是空污法的上級機關 對 你們是空污法的主管機關 空污法中央跟地方都是主管機關 當然空污法第三條很清楚 中央是環保署 地方是 縣市政府 但是今天是台中市的環保局 去開罰去撤銷燃煤基礎 他一定違反了空污法 第117條 先不論你們上級機關就是非常大的疑慮 已經進入宿願程序 環保署 你有等到法定究竟期間經過後嗎 現在還在宿願程序 接下來可能行政訴訟 副署長 你講的喔 你們依據行政程序法117條 更不用說 副署長 你們去撤銷台中市環保局的處分 有報行政院嗎 各位委員報告 依照行政程序法117條 我們是 有沒有報行政院 我們沒有報 沒有報 來 依據你們環保守組織法第三條 你們要去 認為有違背法律 預言權限 必須報行政院 你們沒有報 再來看下一條 一樣地方制度法 你們認為 他們不管是所謂的裁罰 撤銷處分 你要去撤銷都要報行政院 你剛說的你們也沒有報 好不論你們環保署 去撤銷 地方環保局的處分 根本違法 你們也沒有去 跟台中市政府調任何資料有沒有 這是法律見解的問題 我們並不是 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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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次長 來 我們都是一樣的嘛 看一樣的條文嘛 這裡是不是說 各中央該主管警官要報行政院予以撤銷 我有看錯嗎 市長 75條 這位行政院 要不要 要不要 我也不曉得 你也不曉得次長 你不曉得那誰曉得 就這個法條是這樣 就這個法條嘛 依法論法嘛 好 不論環保署現在 你們去撤銷地方環保局的採處 來 現在 環保署他當時不是用這一條去做 他是用 對嘛 117條 117條 我117條嘛 來 那禁委 用117條 禁委這個撤銷的啦 用這個法條不同 他們現在是不是在書院程序 是 應該是書院程序中吧 對嘛 那這裡說要經過就業期間過後嘛 而且他是不是上級機關也有疑慮嘛 有沒有報行政院 沒有報嘛 那環保署 環保署 有沒有去跟台中市政府 調過任何一個資料 依照97年法務部的解釋 我們是不需要 不需要 因為我們是 有沒有去調台中市政府 任何資料 是 是 一份文件 公保局的處分 違法 結果呢 台電也好 不知道誰 去找到更高層行政院 行政院黑手直接 宣告地方政府的自治條例 我們議地方制度法第30條 我們議地方制度法第30條 他是抵觸什麼中央法規 你過來 報告委員 那個自治條例抵觸到空污法的規定 還有空污法授權訂的法規命令 好 所以 我認為環保署 台電 你們這樣的做法 等於宣告告訴所有的業者 未來只要被地方政府裁罰 我只要中央有靠山 找中央機關來 幫我撤銷地方政府的裁罰 如果不行 被人發現違法 我再找大老闆行政院 直接宣告 地方自治條例無效 行政院現在說你們依據的是空污法 請教副母長 空污法 哪一年 地方制度法 是依地方制度法 對嘛 地方制度法 是因為抵觸憲法 中央法律 或是上一機關授權的 行政命令嘛 那抵觸什麼中央法規嘛 空污法嘛 你們上午一直在講嘛 那請問空污法是 什麼時候 三讀通過 107年 2018年8月1號 公布 那請問 你們現在宣告 台中市政府的地方自治條例 深媒管制自治條例 抵觸空污法無效嘛 那空污法是2018年修正嘛 是 那請問 台中市的深媒管制自治條例 什麼時候 通過的 2016年 2016年1月26號 公布訂定 台中市政府的深媒管制自治條例 那請教行政院 當時2016年 他們訂定的時候 有沒有抵觸法律而無效 那時候的黃 也有的 部分的條文 就是第三條的第一項跟第四條 好 對嘛 有 你們有抵觸 對不對 對嘛 第一項你們認為是無效 2016年1月26號就抵觸 對不對 是 為什麼那時候知道抵觸 不宣告無效 卻在四年之後 現在你們宣告無效 請教 報告委員 當時是張善政院長 但是520之後就是民進黨政府執政啊 你們到現在也執政四年 好 我請教 所以我們很快在107年修法之後 我們也就經過檢討嘛 所以我們 你們2018年 8月1號 空法修法 那也拖了到兩年到現在 你們才宣告無效 你們已經說了2016年開始 就是無效囉對不對 部分而已 對嘛 那其中這一項嘛 認為說 地方政府 他們去 限制 或是去審查他們的許可證 認為是自使無效到2016年 你們就認為無效嘛 所以當時林佳龍訂定的時候 就認為無效 那為什麼 這四年 都沒有去宣告無效 那這個時間點去宣告無效 這中間 有沒有行政怠惰 我們當然是基於盡量尊重地方 我剛剛已經解釋很多次了 基於尊重地方 那請行政院 你們接下來 你們接下來 是不是都可以 以尊重地方 對於地方自治條例 有抵觸中央法規 都以尊重地方 拖延四年 再宣告無效 是這樣嗎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 裁法的因素 其實是107年8月1號 通過的空污法 因為這抵觸了我們大院 所通過的法律 對 2018年通過 但是其中一項 你們認為是從2016年 就無效嘛 是 那2016年無效 你們也不去宣布他無效 然後呢你們說尊重地方 我們中間有非常多的溝通 好非常多的溝通 尊重地方 然後到現在四年後 宣告無效 有沒有行政怠惰 副民主長說 尊重地方 多加溝通 很好啊 那未來如果任何行政部門 中央機關 不要說行政院 他發現地方法規 地方自治條例違法 也說尊重地方 然後一直拖延 可以這樣嗎 而且你這次宣告是自使無效 根據大法官的解釋 419號 法務部或司法院 你們知道 要宣告自使無效 是要重大 瑕疵 明顯 那既然是如此 你們宣告2016年就開始無效 那這中間到底 可以說 我尊重地方 我加強溝通 不是 拖這麼久嗎 我們宣告2016年自使無效的 那個部分 是當年的認定 就是這樣子了 並不是說我們現在才認定 對 那這中間到底做了什麼 那您 為什麼不宣告無效 我剛好已經解釋很多次 我們 有跟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跟地方之間 能夠有一個共同 那是不是未來 大家都這樣比照呢 請教行政院 那未來是否都這樣比照 他不能違法呀 對啊 那問題是他已經違法啦 對啊 對 然後你們還一直不宣告無效 違法 我剛才已經 我也講過解釋 所以副面部長 你這樣是非常矛盾 兩年裡面有11次 你說他違法 是不是違法 2016年就違法 然後這中間 你執政這麼久 行政院四年都是你們執政 為什麼不去宣告無效 你說 好我們去溝通 那接下來以後 包括被盧修院市長 包括被盧修院市長 我們也是情於溝通 情於溝通 可是後來盧修院市長做了 違反空無法 以及違反自己本身自治條例的處分 所以我們不得破損 那也是2018年就是無效嘛 你們另外兩項也是說 2018年空無法修正之後 地方自治條例 抵觸空無法的修法 所以無效 那其實在2018年 你們也可以開始宣告 這支條例無效嘛 那個時候 所以 我要強調的是 行政院你們要有一個標準 到底未來是要 一直跟地方溝通 還是說你們認為違法就無效 我想這一部分行政院 你要說明清楚 否則外界會有疑慮 認為 到底這中間有沒有行政怠惰 還是基於政治考量 你們再選在這個時間點 去宣告地方的自治條例無效 四年喔 2016 1月26號 到現在2020年3月 你們宣告它無效 報告委員 最重要的就是 這中間的過程裡面 因為發生了違法的處分 其實是這個才是關鍵點啦 所以我們很不得已的 在真的是很困難的情況下 做的這個宣告 部分條文無效的宣告 可是我們也同時 整個我們準語被查 所以我不是否定全部的 這個自治條例 我只有否定裡面 自愛難行 抵觸法律的部分條文而已 所以 行政院 所以我原則上 我還是尊重地方的 我從一開始 我就有跟大院報告 我們希望中央的地方是 這一次台電 合作關係 夥伴關係 而不是對抗關係 可是行政院你們做出來的 就是將你們黑手 去侵犯到地方自治的權限 而且架空了 一般的正當法律程序 救濟的途徑 這樣子齁 這樣子齁 好 我最後要提醒一點啦 台電 如果你不服地方政府的裁罰 請循正常的一般法律救濟途徑 既然提起了宿願 就把宿願程序行政訴訟走完 不要因為有靠山 找環保署 結果東窗事發 發現違法去撤銷地方環保局的處分 找最高層行政院 直接宣告 地方自治條例無效 這好比什麼 好比你被警察開單 找官員幫你消單 結果 東窗事發 找更高層 直接說 警察 你的交通規則 這個 無效 就是如此 所以請循正當的法律途徑 該到裁決所 該宿願 就走完程序 不要 政治考量 找高層 將黑手 去破壞地方自治權限 去架空司法救濟程序 好 謝謝我們蔣委員 這個國有國法 按照行政程序法 那個 接著我們請 李德維李委員 謝謝 我現在要要做 我會想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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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做好 一段 連接著我會提到 我們要做的 還有 警察 副署長 請上報告台 謝謝 傅明議員好 還有副署長 我先請教副署長好了 好不好 請教一下 我們空氣污染防治法 第20條的第一項 它規定公司場所固定的污染源排放 空氣污染物 應符合排放標準 而同法的第二項規定 前項的排放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依特別業別設施污染物項目 或區域會商有關機關定職 而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得因特殊的需要 擬定個別教研的排放標準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的機關和定職 請教一下副署長 台中市的這個公司場所管制深煤 及禁用石油膠自製條例 有沒有涉及排放的標準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其實就是讓地方政府 它有它的權限可以去管 更嚴的標準 所以事實上台中市環保局 它也已經在今年的2月15號 它有把它加延的 台中市的電力設施的 空氣污染排放標準 它有個草案送到我們環保署來 我們也給了意見 目前在審理當中 台中市可以走這個程序來走 那這個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如果不到空污法的程序來走 你就會發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跟請教副署長這部分 就是說因為它沒有涉及排放標準 所以這個台中市的深煤管制條例 不需要環保署核定 是不是 這個自治條例本來就是抱怨核定的 因為它是被查 被查 被查 因為它沒有罰則 是 所以被查就可以 對 所以上週的行政院上週發函表示說 這個台中市政府的這個地方自治條例 依地方制度法 這個是請行政院被查 那這個部分要請教秘書長 既然是被查 行政院有什麼依據 可以宣告它無效 我們依地方制度法 是 好 那請教一下 地方制度法第18條規定 直轄市的環境保護 屬直轄市自治事項 而地方制度法的第25條 又就自治事項得制定自治條例 而第26條的第4項 裡面也很清楚的名牌規定寫 除規定有罰則外 因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核定後發佈外 否則僅發佈後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 轉行政院被查 沒有罰則的話 其實根本不需要行政院的核定 是嗎 所以 我們依第30條第三項的 所以您是依第30條第三項 所以基本上 18條跟25條26條 這部分您就跳過 是這意思嗎 可是我們是 他說環保似乎是地方自治 他問的是這個問題 所以有你的意思是指說環保 因為他基本上 因為他沒有牽扯到罰則 因為他沒有牽扯到罰則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那行政院在30條這部分 您怎麼樣來說 他是違法 牧欽法規會主委回答 好 報告委員 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地方制度法 那個是在講說哪一些事項 是屬於地方自治事項 是 那就是說 權限的分配 到底分配到中央還是地方的問題 是 但是 地方可以制定法規 法規制定之後 它的效力如何 如何去 就是說 中央如何去監督這個地方制度的 這個所制定的法規 是在地方制度法的第三十條 那地方制度法的第三十條 就是說直轄市的部分 是由行政院來這個 被查或核定 那被查是在沒有罰則的地方自治法規 法規包括自治條例跟非自治條例的部分 都由行政院來被查 那有罰則的部分就由行政院來核定 對 但是其實這個裡面 您的意思就是說 它沒有罰則的部分 其實行政院只有被查權沒有核定權 是 對不對 所以說 所以我只是想要請教的是 那台中市的這一個部分 那它到底 嚴格來講 行政院到底是核備權 還 應該是 應該說是 核定還是被查 這一個案子是我們是用被查 因為它沒有規定那個法則 是 所以既然是被查 怎麼樣可以撤銷呢 我們不是撤銷 我們是涵告這個被查 涵告它這個已經發布的自治條例是無效的 對 好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當然要特別提醒 行政部門 在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 我們大家今天在這邊 其實我不太講台電或者深媒的部分 但其實它在法律程序裡面 其實嚴格來講 台中市政府的確佔著著腳 在這個部分 特別也 特別也跟各位行政部門的 我說包含覆密在內 各位報告一下 事實上這個自治條例它本來是一個沒有罰則 就是一個宣誓性的 是 基本上應該是要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也同意它可以有一個樣的一個目標 可是它很技巧的 把它放在排放許可裡面 就贏到公務法去處罰了 才造成今天這個爭議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那假如說 假如說 連副署長都說 他是非常有技巧 表示什麼 表示台中市政府 並沒有違法 沒有 你要放進來 你也必須要遵守空污法 就是因為它放進來的法規 沒有遵守空污法 我們怕我們的基層同仁 執行的結果 將來會有國賠的爭議 你必須要提前告訴他 好 那我們一再的跟他溝通的結果 並沒有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們才做這個撤銷處分 那我這邊要請教一下副署長 因為副署長今天你們這邊寫說 你們撤銷台中市環保局的 這個處分的理由說明 第一個部分是他錯誤的 引用空污法的行政處分 那底下的第一點寫說 中火實際的用量 其實沒有超過原許可證的核定量 表示您的意思就是說 在環保署的部分 基本上認定中火的部分 沒有超過 但是台中市為 應該說台中市是故意的 或者是錯誤的 一個計算基礎的問題 我們許可證上面有寫一個 核定的數量 所以您覺得他是故意的嗎 核定的數量 剛剛寫的是2100萬噸 可是台中市是以實際的前一年的 台電的花電所使用的煤 那個部分他一定是低於2100 如果超過他會被處罰嘛 那一年的實際用量是1839萬公噸 那以這個當基礎去可能要減下來 當然基礎就不同了 應該這樣講 所以重點是 所以環保署認為台中市環保局造假 我們覺得 不是我們覺得應該回到 許可證上面的數字 那這樣的話大家全國一致性都可以有一個疑詢 不然業者也不知道 我今天要不要努力多一點 我多一點 反正你拿那個標準來要求我 應該是以許可量的那個數字 才是全國一致的標準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也發現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107年 空物法修法的時候 我們就把空物法裡面就放進來 全國一致性的時候 應該要回到 有環保署中央主管機關來訂定 所以在108年的管理辦法裡面 就寫明了 許可審查原則一定要 不能外加沒有授權的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 當然本席還是要再次的講 假如說環保署也好 行政院也好 覺得這個法規有什麼漏洞 或者你們覺得有什麼不妥 真的要趕快提出來 謝謝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真的要講 否則在嚴格來講 在法律的角度 請理法的部分 台中市政府真的站得住腳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李德衛李委員 我們接著請洪森和洪委員 洪委員發言完畢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 想請進一步曾次長 請曾次長上報告台 請曾次長上報告台 好齁 應該這樣說齁 中夥的這個爭議從去年鬧到今天齁 我覺得今天好像讓很多社會大眾 有一種感受 這種感受就是說 好像是某一個政黨 比較想減媒 比方說 國民黨的盧秀燃市長 比較想減媒 另外一個政黨 比方說執政黨的民進黨 不想減媒 我覺得已經造成社會大眾 像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剛才大家談很多法律的問題 我覺得我今天 我們就來談 這個問題真正的核心 這當然是一個能源政策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來談減媒這件事情 好 那減媒很清楚 我要跟大家說 減媒該不該減 我想先問曾次長 減媒是不是我們 目前能源政策的方向 是 好 那第二個事情是 我跟大家說 我自己在這邊 我可以公開的宣示 我們不只支持減媒 而且我更支持大力減媒 而且我要說不只支持 而且我們還推動大力減媒 我想問曾次長 減媒基本上要用什麼方法來減 我想說 燃媒基本上還是在供應國內的電力穩定 是 那我們需要 在電力供應穩定的狀況之下 有秩序的在減媒 我直接幫政務長回答 我們一般來講 要有替代的能源 這個減媒很簡單 浮底抽薪的方法 第一個 就是要發展再生能源 第二個 或者是 要發展天然氣 第三個 或者是節能 總之我們把能源 要把煤 這個煤電給減下來 要有替代性的做法 曾次長同意嗎 對 好 我再說另外一種減媒的方法 是這樣子的 我剛才說 一種是發展再生能源 再來是發展燃氣 再來是發展節能 另外一種 就是把原本我這個地方 要減的燃煤的這個發電量 丟給其他縣市 這也是另外一種減媒的方法 我想問 現在 我們盧市長 要求的減媒方法 是不是就是這樣 我比較 我講簡單一點 我看到的就是 我們的深煤許可 被一直刪下來這一招 好 那我有些話 我直接來講 我們看到現在 盧市長要求的減媒方法 很簡單 第一個 這個市政府 國民黨 也不積極的發展再生能源 對於燃氣的發展 也拖拖拉拉 對於節能也做不好 在去年2019年 六個直轄縣市 民間團體 環保團體 再生能源發展的評比 台中市是第幾名 是最後一名 是最後一名 所以 再生能源也不好好發展 這個燃氣的發展又拖拖拉拉 節能也不好好處理 然後再來呢 去年發生什麼 去年總統大選 國民黨一樣讓這個 馬英九前總統出來 說一大堆關於再生能源 是什麼 仇角啊 講一大堆傳統再生能源的 這個 錯誤的觀念 剛剛又在講 基載 一樣 這都是錯誤傳統的概念 現在新的再生能源概念 都已經不是這樣了 所以國民黨花了一大堆時間 在拖延再生能源發展 另外一手 卻說自己要減媒 我說實話 我從我的角度來看 這叫假減媒 你一面說要減媒 一面阻擾替補燃媒的替代方 替代能源的需求 好 如果我們說核能 我請問大家 今天國民黨 這個 永和了40年 有沒有跟大家說 核廢料該怎麼處理 告訴大家 核廢料能怎麼處理 講不出來 所以我說 今天很清楚的問題是 我們要減媒 我們要大力減媒 可是我們要用正確的方法 積極正確快速的減媒 很清楚 現在該做的事情 就是發展再生能源 這不是台灣是這樣 從國際上面 每一個國家 每一個城市 你問他們定出來的減媒的策略 後面是不是都附帶了 再生能源發展的策略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說 我直接講白了 今天如果地方政府 像盧市長 想要更大力的減媒 請他拿出來 比目前民進黨 更積極的再生能源發展策略 只要可以拿得出來這樣的策略 我今天 我在這邊 我就支持盧市長更大力的減媒 這麼簡單 可是今天 盧市長們拿出 比目前執政黨 更積極的再生能源發展策略 有沒有 沒有 對不起 大部分的時候 目前國務部長地方縣市 都是扮演再生能源的拖累者 用各種消極的方法 拖累再生能源的發展 所以 我在這邊可以跟 不管是 今天在座也有台中市府的成員 今天有中央政府的成員 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說 我自己支持地方政府可以要求減媒 我支持地方政府可以要求減媒 可是 今天如果地方政府要求的減媒 只是定出了一個減媒的目標 不管他做不做得到 不管他怎麼能夠做得到 那做得到做不到的責任 都丟給別人 都丟給中央 我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減媒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負責任的減媒 今天地方政府如果負責任要要求減媒 很簡單 第一個跟中央好好協商 什麼樣子才是最積極的減媒目標 把你的節能政策 把你的再生能源政策 拿出來跟大家說 我們在這樣的節能 跟這樣再生能源做法之下 我們可以做到最基的減媒 我認為這是地方政府 才是符合 地方自治精神最積極的減媒 因為再生能源 很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工作 你不能我一面說要減媒 一方對於再生能源發展 這個推脫 怠惰 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 地方政府 可以要求減媒 但是我覺得不應該是一種假減媒 一面要求減媒 一方面拖延再生能源發展 這是我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我們在說我其實這邊 我跟大家說 我們應該要求的事情是 減媒的最大化 接下來我們不只是 這個 不管是剛剛講說 2019還是2020的減媒 我們要把減媒的工作 持續做下去 所以我說 短期我們要求減媒的最大化 長期我們要求中 長期 新的減媒跟再生能源發展的目標 我想問市長 我們這 能不能朝這個方向來做 跟委員說明了 我們現在就往這兩個方向做 首先第一個事情 我們還是要回去尋求 台中市政府協助的 就是我們要把燃煤的量 如果下降 請讓我們的燃煤機組 還有我們的 燃氣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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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除草設備 能夠早一點建設完成 我們就有更早能夠減少燃煤發電的量 所以我自己這邊說 我絕對 我絕對拒絕 也絕對反對 現在好像 這個媒體上面塑造說 好像是 國民黨的盧市長 比較要求減媒 好像這個 執政黨 是比較不要減媒的 這是錯誤的概念 我們要要求大力減媒 而且要要求減媒的最大化 只是這個減媒的最大化 一樣要中央地方的 互相的搭配 只有中央跟地方 互相的搭配跟互相的協調 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減媒最大化 我希望減媒最大化 也可以變成我們民黨 很重要的能源政策 可以嗎 我們會往這方向努力的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洪森 洪委員 我們現在休息五分鐘 五分鐘後繼續開會 謝謝 謝謝 只是他的私設行為 真是喔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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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